王逸心不快 你快来哦 大家好 我是张逸心 这姐妹Balance回来以后 再说的时候会担心笑场吗 不会啊 Balance永远是一个 非常具有话题性的 这样的一个词汇 它从古之经就讲究 阴阳平衡 难道不是吗 阴阳也需要平衡 舞蹈也需要平衡 所有的 你的生活也需要平衡 你要平衡你的工作 跟你的生活 有的结婚了的话 需要平衡 他的岳父跟岳母 有时候需要平衡 他的这个跟那个 我们所有的包括 自己跟家人之间的平衡 这些东西全部都要调配 所以Balance这是一个 永恒不变的话题 你有看到大家在调侃吗 会用自己的表情包吗 那不用 我用李永浩老师的表情 李永浩老师的表情太经典了 我天哪 节目里有看到你接下去 困难认成钢 其他的电视生气足了怎么办呢 没事没事 下次我知道了 下次我就多买几个 就拿个一百个过来 就是都每个人发一个 节目里表演 PTAP的电视生 看动画片学习怎么可爱 那你作为他们前辈 可以传授一下 拥抱可爱的秘诀吗 可爱它是一个年龄阶段 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个产物 它到你过了那个年龄 你在可爱的时候 你会 但是有的时候 它是一些可爱 都是一些小的感觉 就一举一动 就可能在那个某个瞬间 那一刻让别人觉得 哎 你还是那个小时候 那个谁谁谁 我有很多粉丝是 欢欢粉 就是我小时候 演的一个角色的粉丝 我其实很少 因为有时候 我跟大家说一个秘密 其实卖萌很多时候 都是因为 无措手足无措的时候 我不知道干嘛的时候 但是那个地方 你又没有准备好 没有做对的时候 你只能用这个东西 先把这个东西带过 你知道吗 所以带过以后 先然后自己笑一会儿 嘿嘿 嘿嘿 几次小组赛中 有时间唱你的歌曲 Shake和Shake 那看人家表演自己歌的时候 心里活动是怎样的 紧张 我比他们紧张啊 你们看那个后面 我天哪 我看他们表演 我求你们 希望你们这个东西 都因为我希望表演 我的歌人都能进 你知道吗 但真的还蛮棒的 表演我的歌人的成绩都还不错 他们那首父亲的歌曲 我看到你说 你以前最大的梦想 是开个经纪公司 现在还有这个梦想吗 一直有 我希望更多的人来 投入到娱乐的圈子里来 让咱们中国的娱乐事业 发展的越来越蓬勃 因为大家通过这个 偶像力一生 能够看到这么多优秀 跟厉害的孩子苗子 在等着各位伯乐发现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来做 这样的事业 肯定会帮助我们中国娱乐界 有一个更加巨大的发展跟飞跃 我期待的那一刻 我期待的世界看中国人 最后我将力一生 选出九个人出道的话 那你作为PD 对他们这个组合有什么技能吗 希望你们不忘初心 做一个具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偶像艺人 谢谢 他的ID是 掉进张一兴的酒窝里出不来 我酒窝也那么深吗 他说 请问一兴新专辑的进度 是什么 请问可以多攒击一些自拍 然后动不动就发一发吗 我新专辑的进度 现在大概有五首到六首歌 每首歌都有好听的部分 两首歌蛮炸的 特别是第一主打跟第二主打 心而捏 比如三态的进度 涉及到曲风的元素 现在与哪些音乐人有合作 在准备哪些音乐作品 合作过程中 碰到什么样的火花 我还是喜欢把中国的乐器用在歌曲里面看 有没有更多就是不一样的中国风 这个是我们一心YX说 再出冷书吧 我想想 这个我想想 Super X-Back 小鱼乐乐 他说 手臂的肌肉练出来了吗 那任余线回来了吗 哎呦 这问题很具体 我告诉你 回来了一会儿 他最近又走了 他最近拍了个广告 所以就需要一下 回来一会儿 他叫曹曹曹曹曹 夏华杠X 财操的曹 新专会尝试 完全中国风的歌曲吗 咱够50首歌了吗 够了的话 开演唱会 我前一准备好了 开巡回可以吗 因为我的演唱会 我希望更加慎重一点 所以我会肯定会给 一定会开演唱会 但是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只是你们要记得 就是我开演唱会 记得过来看 然后完全中国风的歌曲的话 我在考虑 要不要出一个纯BGM的音乐 就是没有什么唱歌 就纯BGM的音乐的选集 想给大家听一下 歌够了吗 还不够 而且我还希望更好 所以稍微等我一下 演唱会一定开 一定开 我们做一个约定 一个约定 偶像跟粉丝之间的距离 它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比较 看似远又很近的距离 我不觉得说 粉丝给偶像的爱 是一种单向的爱 我更加希望这是一种 互相的爱 我的成长 伴随他们成长 他们也同样 他们喜欢我 我也喜欢他们 他们保护我 我也保护他们 这是一个互相的 我希望有一种 这样的沟通方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